不過徐曉星告了一個人 那個人也要告他 那個人叫做 溫朗東 在我們現場 朗東 這個四叉貓的半日 有你會去嗎 目前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覺得徐曉星 應該安排個安裝陷阱在那邊 安裝跟陷阱 因為你看他會把他媽媽 故意叫去餵貓 就是希望是說能夠製造衝突的 這個場面 那現在你看他為什麼說 他這個法案的品質 會這麼差還故意寫錯 因為他助理都在不務正業 整天盯這個無良公關 也沒有來 然後還有像什麼呂家愷 是不是在罵他 說明現在他助理還在看說 江宜貞等一下 有沒有什麼不利他的言論 居曉星就會馬上傳訊息 我們互相 主動跟他講說 我們互相幫忙 幹嘛的 因為他助理都被他叫去 做一些不務正業的事 所以真正在立法案的時候 在審核上面就謊神了 就寫錯字了 就謊神嗎 就把提升跟降低 還是根本就沒水準 就把提升跟降低 整個都寫反了 就是因為他的助理沒有認證在做事 但這個遊行 我覺得對徐曉星來講 他就很希望說現場有一些理名 或者在安排的暗樁 還什麼的 就跟來的一些年輕朋友吵架 他就可以說你們這些人 都在騷擾我們松信區的選民 然後都在打擾我們家 搞得我媽媽很難過 他要用這種方式來博取同情 包括是說因為他質詢就沒有什麼料 所以他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卡斑 不是 使來則靈的這個衣服 那為什麼要穿這衣服 他要跟森蘭族群說 你看我很可愛 拿著這個魔法棒 我是一個清純的這個小女生 外交部很壞 大人欺負我 我知道衛生紙是很白的 所以他純潔的像衛生紙一樣這樣子 對 那他意思就是要去塑造他的形象 是他的可愛的女生 那可是你直接看他這個質詢 問來問去其實也沒有辦法解釋 他為什麼要洩密 因為他去問吳釗燮是說 為什麼沒有去公開 到底是跟哪些廠商買 吳釗燮說那個錢是交給捷克衛生研究院 是他們去採買 我們去捐助他之後 沒有辦法是直接去公開捷克那邊 跟哪些單位有過合作 這其實在外交密件上 原理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徐曉星他戲演一堆 最後他還是回來必須要回答 他到底有沒有涉嫌匯選 以及他跟詐騙集團的關係